就是说我会透过Google地图里面的贡献 那当然随时我会想要记录一下我的生活 所以我可能比如说去过的店家好不好吃 我会把它留下一些记录 所以我上面会有蛮多的评论 这个评论的话当然它是有点像一个游戏 然后让你可以越来越积极 所以之前会比较评论是想说让分数变得更高 有点像希望让分数变得更高 可是后来发现好像是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后续就没有特别针对每个去做评论 不过之前其实会蛮认真在评论的 那照片也是一样 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传了三万七千多张照片上去了 所以如果给各位一个方向 因为这个叫在地想岛的一个机制 每个人使用的状况不太一样 不过我是建议第一个 你一定要去使用 就是可以试着使用看看 第二的话至少在这个店家上面 也许你就试着去做评论 评论的则数的话当然我没有限制 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一定要实则评论 你找十家评论看看 然后相片的部分也试着把它上传一些看看 反正试着使用这些机制 来了解云端的应用 这个第一个 不过这个我想就目前不限制 那当然这个仅止于加分的要件 所以未来如果假设你的在地想岛的等级 可以跟我一样高的 可以达到第十级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让我秀给我看 我可以帮你加分 这不是一个学期用得到的图 没有啦开玩笑 不一定要十级 可能你也许达到大概大概五级以上的话 也许你就可以让我 你可以把这个画面截图 然后呢也许你就可以当成一个加分的一个作业 OK 也就表示说你有真的好好的运用那个Google地图部分 去做练习 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除了在地想法之外 我平常用的最多就是另外一个 记录我的生活 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很多地方旅行 回到加州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忘记说你到底去哪里 所以我还蛮常会用到第二个功能就是这个 叫做时间轴 这个时间轴就可以帮助我唤醒我的那个记忆 比如说我想要上7月4号那个时候去日本到7月11号 但已经去这么久了 我如果没有特别去回想的话 可能忘记说我到底去哪些地方 但有时候要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那我最快的方法就是时间轴 那因为我个人习惯 手机里面的GPS一定会打开 然后会开启它里面有个功能就是叫做记录功能 所以记录功能就是随时你走到哪里 它都会自己帮你记录就是你到了哪里 然后最后帮你连成一个时间轴 所以我只要回头看的话 那我就知道说我那一天去过哪里 比如说我7月4号到7月11号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我有点忘记了 那我回来我想要稍微做个记录 可能写个邮寄之类的跟朋友分享 那我该怎么分享很简单 我后来发现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时间轴 不过特别注意 前提就是说你第一个 你一定要把Google地图里面的那个什么 记录功能要打开 第二个的话你的GPS也要打开 否则它没办法记录 如果没办法记录的话 你变成你要手动自己加上去 如果手动自己加有时候比较麻烦 也可以但是我是觉得你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 那另外的话 当然如果你要记录一些东西 自己手动加有的时候也会忘记 或者是说这个Google地图 它会帮你记录的位置好像不对 那怎么办 有时候我会用那个Google的相簿做辅助 因为相簿里面一样有GPS 一样会告诉你在哪边拍的 另外有一个就是你什么时候拍的 时间也会记录下来 所以Google地图跟Google的相簿 两者是相补相成的 所以我这两个会互相搭配 另外我发现 Google相簿里面的相片 它好像你上传云端之后 它也会帮你做运算 比如这个照片里面有时间跟地点 它也会帮你在时间轴里面打地标 感觉好像两者其实还蛮方便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就不需要特别去记得说 你比如说某一天到底去过哪些地方 不过这个有一个比较隐私的部分 就是说如果别人想要上你的行踪的话 而且也可以登录你的Google帐号 它就可以知道说你去的哪里了 不过因为还好 我其实还算蛮坦荡荡的 所以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我想知道7月份的行程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把它切到7月份 你会发现上面就会打地标了 表示我去过的地方这边都会显示出来 然后7月4号 比如说7月4号我到底行程是怎么样 我就可以点击了 比如说从这边飞到这边 飞了多少距离它会显示出来 2300 哇那它飞多久 然后走多远的距离 哇走了4.6公里 走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还搭了火车 搭了45.9公里 时间也会算出来 然后第一天的话其实我们就飞过去了 然后抵达的时间这边也会显示 到仙台机场的时候已经是6点25分 飞到那边 然后这个是离开的时间 所以其实在机场也待的时间才20分钟 意思就是说我们从飞机抵达到出关的时间 其实只有经过20分钟 所以应该是比想象中快很多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快 其实因为第一个我们去的时候 没有特别拖行李 所以不用去等 但问题 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坐的那个飞机 我另外选那个座位 我是选到最前面的位置 所以一下飞机直接就走第一个 但是有个缺点 你走第一个 因为海关看到也是第一个 就会特别花时间叫你把行李打开给他看 不过还好他才会看一下 觉得没什么异状 就让我们走了 然后我们就坐了火车 直接从仙台机场 直接坐火车到仙台市中心 那火车大概坐了半小时就到了 那其实你说为什么会特别选 比如说飞日本为什么特别选仙台机场 其实跟各位讲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机场离市区非常的近 而且只要搭地铁就可以到了 那如果你假设你 比如说飞日本好了 如果你是其他机场 就不是这样 如果你到东京好了 假设你是选成田机场 如果成田机场 从机场到市区 如果你搭电车的话 如果你有去过日本东京的话 你大概知道 从成田到市中心 你最快的快车也要一个小时 那如果你慢车 像一般的电车大概一个半小时 你就觉得实在太 那仙台我觉得好处是说 它离市区真的超近的 而且人也不算太多 就觉得好像整个就有那个 比较有度假的feu 不然出国有时候光说 那个行李 其实又要走这个行程很久的话 其实感觉就会蛮远的 其他的话这边都会记录下来 后来我们就去晚上 我记得我们到的时间 晚上就去这边会记录时间 在这边待多久 这边行程这边会显示出来 有没有 7点半左右 然后我们就去逛个街 有没有 到处去走走 感觉还蛮不错的 那当然呢 那必经的行程一定会到那个什么 到超市里面 然后就狂买 不过啊 因为我太太喜欢去逛的跟我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想说 不然你往那个方向 你自己去吃 你自己想去吃的 买你想买的 那我就去逛超市好了 于是我们就分开行动 不过倒也还好 因为现在我们去了 应该这是应该第三台 第四次吧 所以其实也已经锁门锁路了 然后就彼此去逛逛 然后呢一个晚上就晃晃 然后就回到饭店 那因为当天其实在饭店的时间不多 所以就在那个车站旁边就找一间 相对我觉得合理价格的饭店 然后就住一晚 那隔天的话呢 比如说隔天我到底去哪里 有点忘记了 那其实如果时间只有点下去的话 他又可以马上知道说我们隔天 那隔天的话呢 其实我们移动的范围就非常大了 我们从仙台 第二天呢就直接到明谷屋了 这一段路 这一段路总共跑多远呢 我看一下 总共跑了638公里 那这一段路主要还是做新干线 那这一段是东北新干线 这一段是北路新干线 那这一段的话其实是做他们的当地的那个 叫什么信农号吧 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自强号这样 那为什么特别还绕到松本这边 其实主要我中间其实有规划一个行程 就是去看一个松本城 那总共经过的时间有这么多了 所以你看光搭车的时间就耗掉5个小时 又15分钟 不过因为夏天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车上也觉得还蛮舒服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定义是说 反正因为天气很热 所以我们就可以到一个景点之后 然后去走走然后去晃晃 然后累了嘛 就在当地买一些吃的喝的 然后就上了火车之后呢 又继续休息吃东西 然后看个影片吧 然后休息睡个觉 然后到了local的地方之后再休息 所以我们这边行程其实也会记录下来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如果有用那个时间轴的话 它这边都会记录下来 包含就是说我这边是东北新干线 然后到大公站停留多久 然后再搭这个新干线 然后到长野 然后等等的这些 每个行程其实都会非常清楚 所以我回想之后的话 到底到了哪里 其实就比较可以回想 那每个行程可以透过时间走 像这个是第二天 第三天的话 我就去了一趟高山 当然因为明湖 这个叫白川香 本来想去 不过因为之前也去过了 而且之前去的时候是夏天 那夏天其实去白川香 我觉得是太热了 所以我们就到了高山 然后有点避暑的性质 然后走走看看 然后就又回到明谷屋 所以在明谷屋 直接又到了高山 没有 我们是住广岛 那广岛这个地方的话 我马上住了两个晚上 不过在广岛 这个当天的行程 我又跑了一趟 这边就是跑到这边叫四国 因为其实之前去的日本很多次 但是没有去过四国 就想说要不要顺便去一下四国 所以因为刚好有买了一个 其实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大范围的移动 其实我主要是买了一个 就是叫做JR的那个吃到饱的票 其实它就是可以在日本 只要是列车 JR的列车其实都可以搭 然后这个是7月7号 7月8号的话呢 又想规划一个行程 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陆河岛 就想说趁这个机会 又从广岛隔铁 就是从广岛搭那个 这个一样新干线 直接就搭到陆河岛 然后这一天的话呢 总共形成大概 也是坐了1000公里以上的列车 然后再来就是隔天呢 就又大范围的移动 又从广岛移动到 又回到仙台 OK 不过呢 这一天其实移动范围很大 但是发生一个 就是一个状况 就刚好那一天呢 那个 福岡这边刚好发生土石流 所以遇到什么状况 遇到我们当天本来想要做的 那个新干线列车 因为 土石流的关系 福岡这边的车没办法过来 还好我们 当下是决定说 换 慢车 直接先到钢山 然后再转车 所以后来还好 大概行程延误了几个小时 其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次在7月10号 最后的话就是到了航管这边 然后去看就是 稍微避暑一下 最后就回到台湾 大概是这样的行程 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特别用Google地图的时间轴 把它记录下来的话 其实很多行程我根本就忘光了 所以如果 假如要记录这个行程的话 主要还是透过Google地图帮我做一个记录 其他的话像行程 其实你们也可以透过那个Google地图里面的这个行程规划 它里面其实也会显示这个比如说列车的时间跟价钱 那其实可靠度都还蛮高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主要是分享了这个Google地图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心得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不妨试试看 第一个练习就是在Google地图里面找一下在地想导 它的位置是在Google地图 最后Google地图里面的这个 你的贡献这个地方 是在地想导部分 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的话就是时间轴 时间轴部分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针对Google地图部分加分的话 那你可以在在地想导部分 如果你假设你的等级超过5级的话 或许你可以把你的画面截图让我看到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